有美國的記者踢爆 澤倫斯基在美國邁阿密 有一棟價值3500萬元的豪宅 在美國銀行帳戶 甚至有超過13億美元的存款 義大利媒體還說 澤倫斯基在義大利 有380萬歐元的私人別墅 不只是美國的記者 踢爆他在美國坐擁了豪宅 跟大筆的存款 甚至還有義大利媒體 來看到就是 共和國報他有爆料說 澤倫斯基在義大利的高房價 其實他買的是蠻貴的房子 在海濱度假勝地 就是馬爾米堡 其實坐擁了一座 價值380萬歐元的私人別墅 而且這一棟豪宅 還是澤倫斯基他兩口子 以塞浦勒斯一家公司的名義 斥資了很大的錢 從義大利一位建築商的手中 所購買的 整座的豪宅其實多少 有15間的房間 還包括了什麼 包括了六間浴室跟一個泳池 一座巨大的花園 相隔不遠還甚至是什麼 是義大利的國寶籍歌唱家 安德烈波切利的住所 是他的鄰居 來看到是烏克蘭的最高拉達議員 也就是伊利亞基瓦 他也甚至爆料說 烏克蘭有很多寡頭 比如說他提到幾個人 像是艾哈 麥多夫以及卡羅 默伊斯科 這些他們還會定期向總統的賬戶來給錢 每次大概是1200萬到3500萬的美元不等 這些所有的錢都來到了 澤倫斯基海外銀行的賬戶上 他還說在完成了自己的骯髒工作之後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就會離開該國 帶著從烏克蘭人民當中竊取的錢 去美國或英國生活 這是他所指控的 劉須塞看到2019年的時候 喜劇演出生的澤倫斯基 他勝出了素人身分一度還被說 為這所謂的貪污腐敗的烏克蘭政權 是怎麼樣注入了新的氣象 沒想到在2019年的時候 他就遭到了路透社提報 驚天的醜聞 也就是他的妻子 最近也很紅 叫做歐琳娜 他竟然從商業大亨 叫做布里克亞的手中 怎麼樣 從他的手中去購買了 低於市價一半以下的豪宅 而且這個豪宅的公寓 這是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他說毫無政治經驗的 澤倫斯基當選總統之後 他身分向來就是支配烏克蘭政界 跟商界的富裕精英 是截然不同的 因為他就比較標榜是不一樣的 比較清新的形象 但是來看到就是他的夫人 歐琳娜 他居然是在黑海沿海的地方 購買了帝王之家 複合式的公寓 而且甚至還講出來顯示說 澤倫斯基的家人 早就跟富豪交易當中有獲利了 從澤倫斯基提交了財產的資料當中 可以發現說來看到歐琳娜 他是在什麼時候買的呢 是2013年4月的時候 他是以多少 16萬又3893的美元的這個價格 購買位在烏克蘭克里米亞半島的 三房的頂樓公寓 相當於就是每平方公尺 1263美元 也就是台灣滿常用的瓶 每一瓶是4175的美元 然而在烏克蘭的房地產的網站上 帝王之家其實沒有那麼便宜 在2012年他的平均價格 是每一瓶是在11570美元 到13000美元之間 跟你買的價格差滿多的 而且2012年有一間 帝王之家出售的公寓 他最低的價格是多少呢 最低價格來看到 每瓶也要9256的美元 所以差得非常多 因此有一名不願意透露 姓名的克里米亞的房地產 就告訴路透社說 他就證實了 在帝王之家媲美的豪華公寓 其實在2013年的時候 其實通常每瓶是多少錢 每瓶是來到了8264的美元 這麼高 我們擋到了 把它下掉一下 而且這個錢還來到了 9917的美元的價格來出售 雖然看到 但是最高可以達到的是 1.65萬的美元 但是財產的登記有表明說 這個出售的公寓是歐琳納 它是跟誰買的呢 也就是一名商人 叫做布里亞克 但是布里亞克他是拒絕 針對豪宅為什麼低的價格 來出售這件事情 來發表評論 說到了澤倫斯基的財產爭議 不只如此 去年轟動一時的 國際調查記者聯盟 也就公布了潘朵拉文件 控訴多國政府的高層 還有國家元首在境外避稅天堂 隱匿可觀的資產 其實澤倫斯基也是榜上有名 當時大家可能都忽悅了 當年來看到他其實是誓言要抨擊 還有誓言整頓政客貪腐的歪風 結果沒想到他當年的時候 是用了73%的超高支持率當選了 現在看起來格外諷刺 尤其是看到了潘朵拉文件 有指出來說 澤倫斯基還有跟他的合作夥伴 早在2012年就建立一個 離岸公司的網絡 根據調查的結果 澤倫斯基的夥伴 他擁有的是兩間離岸公司 還被用來購買用於 是在英國倫敦市中心的 三間的豪宅 報告還發現說 澤倫斯基在當選前 把他其中一間離岸公司的股份 轉讓給他的高級幕僚薛里夫 而這位幕僚薛里夫 在去年4月的時候 其實他還遭到了槍擊事件 面對這個爭議的時候 澤倫斯基的幕僚長 也就是顧問來看到的是波多里亞克 他其實有特別表示說 說澤倫斯基會開設這個離岸公司 就是為了保護該集團受到 會當時所謂的親俄羅斯的總統 雅努科維奇 貪腐的政權所做的侵略行為 但是您相信他們的說法嗎 我們也一起來聊聊 其實潘朵拉文件還表示說 澤倫斯基涉入龐大的 境外公司的網絡 而他贏得總統大會之後 也把共同擁有 境外公司股份的親信 通通帶入了總統府政府裡面 包括的是國安局長巴夫諾夫 還有剛剛說到的貼身助理 薛里夫等等的 澤倫斯基選前有誓言說 要整頓烏克蘭的寡頭 主導統治的體系 打造更公平的體系 痛斥貪腐 以及政客避稅 他深討對上包括有誰 當時的就是總統 波洛森科 但是他執政以來 也屢次遭到批評 沒有辦法開展國家的改革 前出紐約大使季文吉就說 這對當初高舉所謂 反貪腐上任的澤倫斯基 真的是最大反比